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上质量的话 那可就未必了 毕竟像贾米森 奥尼尔 大本 雷阿伦等人和詹姆斯合作时 基本上都处于生涯末期 早已没有了当年之勇 而小托马斯则因伤状态下滑严重 自然也算不上当达之年的全明星球员 那不是詹姆斯的话 会是谁呢 先来算一下 詹姆斯合作过当达之年的全明星球员 数量为6个 分别是生涯前期的大Z 热祸时期是维德 波神 后期是时期的欧文和乐福 还有就是 现在的队友农美哥 看起来真不算少 但有一位巨星球员 不仅在数量方面不输詹姆斯 而且这两方面还更胜一朝 他就是杜兰特 为什么是杜兰特呢 先来看看雷霆时期 在效力雷霆的9个赛季中 12年就离开 当时还羽翼未封的三帝哈登 自然算不上全明星 但二帝威少 可是多次入选 全明星的巨星球员 联盟 最好的控球后卫之一 在他离开之前 就一场军贡献 至少20加7正式的数据了 而且在杜兰特 离开后的首个赛季 威少就打出了 单赛季场军三双的表现 并当选了 常规赛MVP和得分王 而加盟勇士之后 就更不用说了 在此之前库里已经是 两届常规赛MVP 得分王和抢冠王 也早已收入囊中 最佳阵容 也没少计 妥妥的联盟 第一空位 排名前三的 超级巨星 并带领球队赢得了 一次总冠军奖杯 引领了联盟小球 时代的变革 不管是论荣誉 还是论历史地位 库里和杜兰特 都属于同一级别的存在 更何况勇士队中 还有联盟最好的二当家之一 克莱汤普森 他在杜兰特到来之前 就已经两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两次入选 最佳阵容三阵 而杜兰特加盟之后 更是三次入选全明星 一次入选 最佳防守阵容二阵 虽然未必 算得上是巨星 但在全明星级别中 绝对是终胜的存在 还有追梦格林 三届全明星球员 最佳防守球员 大奖获得者 两次入选最佳阵容 五次入选 最佳防守阵容 巅峰时期 堪称联盟防守最好 特应能力最强的四号位球员 至于如今效力的篮网队 在本身就拥有欧文的情况下 前几天又通过交易 得到了哈登 前者欧文虽然同样 未必算得上巨星 但拥有 顶级得分能力的他 显然也是和克莱 处于同一个基点 而三弟哈登 就更不用说 当打之年的常规赛 MVP获得者 联盟第一得分后卫 排名前十的巨星 三届得分王 一届助攻王获得者 六次入选联盟 最佳阵容一阵 数次杀入MVP停选前三 就算级别 比不上杜兰特 但也差距不大 这样算起来的话 杜兰特职业生涯 至今已经合作过了三位当打之年的常规赛 MVP 三位处于巅峰时期的 优质全明星球员 加起来的话 和詹姆斯一样是六个 但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 杜兰特这些全明星队友的质量 可以说是完全碾压了 詹黄的队友 毕竟就算维德和农梅哥 可以抵消库里和哈登 两个时期的欧文 不做讨论 剩下的大C波神和乐福 能够比得上追梦 克莱和威少吗 由此看来 基本上每个时期杜兰特身边都有一位MVP级别的球员才在 而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一直在打富裕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MING PAO CANADA 感谢观看